临近年末,年终奖这个话题又迅速登上热搜 据说腾讯游戏部每人120万的奖励 网易哈利波特项目组每人888,800 世纪家园给单身同事安排相亲直到脱单 一个比一个豪横的年终奖看呆事哥 可相对于大手笔的现金奖励 德云社的年终奖就比较接地气了 替徒弟付房子首付,给徒弟准备豪车 定制金条送给德云社员工 精心准备的年终奖更能体现老国和徒弟们之间深厚的感情 每年的1月18日不仅是老国的生日 更是德云社举办年会的日子 在这场重要的宴会上,德云社的全体员工 先是热热闹闹的给郭德纲请生 后是按照公司习俗举办年会 总结过去一年的经验,展望未来的规划 之后便是老国根据每位员工这一年的表现 挨个的发现金红包和奖金 据说有一年不算上倒舍金条 云鹏光是现金奖励就有80万 除了著名演员的奖励丰厚外,一直带小剧场默默付出的相声演员 他们的年终奖也价值不菲 专门定制的金条和现金红包一个不辣 这是给李先生的证书 这是您的,然后这是咱们定制的金条 您拿着大箭 之后便是让人激动的抽奖环节 抽奖的时候必不可少的 德军社也好,我们自己也好 要拿出一些个奖励来 大家辛苦一年了 来吧,我们抽抽奖呗 反正是从大到小都有 最小的那些个用生活的器皿啊 加油电器啊,这是最小的 就是直接的现金啊 或者是金条啊什么的 全社上下几百人的名字随机筹取 奖品跨度更是从家用电器到房子车子 没有空奖这一说 抽到哪个算哪个 这样实在的年终奖 你说谁能不羡慕呢 先抛开德云社的薪资待遇不说 光是这每年丰厚的年终奖 超过多少人一年的收入 怪不得有那么多人想加入德云社 除了年终奖豪横外 在平常的生活里 德云社的福利就已经超过90%的工资 早期越云鹏还没有真正红起来的时候 师父不仅管吃管住 还在越云鹏母亲生病的时候 拿出救命钱 我母亲住院的钱 当时是五六年前 那钱是我师父掏 我记得我母亲当时生病的时候 我从北京开着那个 当时特别小的一个车 回到老家 当时医生把我叫到这个医生办公室 说你赶紧准备钱 手术 而且手术在县城做不了 市里头可能也差劲 你最好上北京去做 然后我就很伤心很难过 我就实在是没办法了 给我师父打个电话 我师父说没事 宝贝没事 人命关天是最重要的 你赶紧回来上北京做手术了 钱我给你拿 医生我给你找 岳云鹏结婚的时候 郭德纲还在北京 给他付了房子的首付 让漂泊多年的岳云鹏有了个家 除了师父对岳云鹏疼爱外 师娘王慧也是竭尽全力的照顾岳云鹏 在岳云鹏小有名气后 自讨腰包给岳云鹏 换个辆梦寐以求的车 我觉得我师父开始捧我了 我觉得 哎 我师父应该换车了 嗯 而换车的时候 一分钱都没有 就想换车 后来我师娘给了我钱 让我去买了一辆新车 师父师娘的好 岳云都记在心中 无以为报的岳云鹏主动要求奖心 他在拍戏做节目的奸歇的时候 他也跟其他演员聊天 演电影的大咖呀 什么主持人 你跟你们公司怎么算账 人家跟你说三七四六怎么分账 孩子确实回来找我跟他师娘 我没想到 你看人家外部人都那样 咱家这个 你就给我给的要多 我是不是我在 咱们重新换个比例 或者我在如何如何 这实话实说 他确实是真找来说过 看着这个 不善表达自己的徒弟 郭德纲想都没想 就拒绝了越野的要求 从生活中的点滴细节 到年终奖的超级福利 郭德纲对徒弟 对员工的爱 从未让人失望 现在距离2022年1月18日 也只剩下39天 登社2022年的年终奖 肯定还是延续前年的规矩 从将电器到现金红包 再到定制金条 说不定 今年的年终奖 还会有特别的小惊喜 您想拥有德云社 同款年终奖吗 欢迎留言告诉圣哥 关注圣哥 带您了解 您不知道的德云趣事